第三節 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影像 實際上太多這些非常之壯觀的影像 我們可以透過James Webb的望遠鏡看到 現在在我們做節目之前幾個小時 因為真的是身體滾熱辣的 就出現了這個所謂Phantom Galaxy 無論從那個意思或者那個影像 都需要循志良博士去解釋一下 什麼叫Phantom Galaxy呢? 它本身是Galaxy的那個名字 但是它講一些這些資料 它是一個距離我們3200萬光年的銀河系 我們是非常之 即是3200萬光年 如果說銀河和銀河之間的距離就不算很大了 就已經是我們的星系群以外的一個星系 但是由於它相對已經叫做近一點的關係 我們就會去看它 就算不是用James Webb去看它 我們以前是Hubble 甚至乎再以前 我們已經很早就發現了它 它那個星系的代號叫M74 M74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擺那個方向 大家都知道我們活在我們的銀河系 其實是一隻碟狀的東西來的 我們處身在那個碟中間 我們抬頭望天 我們就看到一條比較多星的一個帶 就是代表著我們處身在 銀河那隻碟的中間一個切面 我們看到它的切面 因為是一個餅狀的東西 餅一切開中間就是一條線而已 但是這個M74這個銀河的好處就是 它是整塊圓餅就直接向著我們 我們就好像在它的頭殼頂上看它下去 現在大家看到台長的畫面 它那個後面那裡 其實就展示了幾張圖出來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M74 Phantom Galaxy的用不同技術拍下來的影像 你會看到它的面向就像我們 已經站在它的頭殼頂上看下去 所以我們是可以比較清楚地去看到 它整個銀河的結構 所以為什麼這個銀河 又值得我們去留意的原因 也都值得我們反覆再去拍的原因 大家現在畫面看到就是 在比較左邊就是用哈佛望遠鏡 就是20年前拍下一個光學的影像 這個光學的影像就是跟我們人眼看到的 那種信號差不多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把哈佛和現在的James Webb的信號 放在一起 你會發覺就是中間的那張圖 當然右邊你就看到這次James Webb 拍到同一件東西的那個影像是怎樣 但是你看到很不同的原因就是 因為James Webb就是用了它的紅外線的頻譜去拍 那你將兩組的信號混合中間出來 就是一個remix 我們上一節說了 就是將兩個信號remix 這次它還要是將那些人眼看不到的信號 混合在這個人眼看到的信號上出來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你會說 那混合出來的東西都不是我們真實看到的 但是首先你要想 我們看到的東西是片面的 我們希望在這個這樣的重疊 在這個用不同頻譜看的情況之下 獲得更加多的知識 那大家行不行外看 純粹看 哇 顏色很漂亮 畫面很漂亮 那說真的拍到紅外線的東西 給你看到有顏色的顏色都是染上去的 都不是真的那個顏色來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東西 大家不妨看一樣東西就是 你會看到這兩張圖 有高度重疊的地方 它有些結構你基本上看到是一致的 但是往往就是那個螺旋 那個漩渦的結構基本上是一致的 是不是? 但是往往就是最多知識的看到的就是說 是在那些不是很相似 不是很相近的那些結構那裡 就會告訴你 有些東西你真的要用紅外線 才看到 用可見的都看不到 那這件事很厲害 還有有些原本你看到 在Hubble 光學看到很光的東西 原來在那個James Webb用紅外線看 就不只是那一點東西有光 而是那一點東西周圍都一大大都是很強的 有很多的信號在周圍 而是用光學望遠鏡看不到的 那這裡你就看到 在那裡即刻就有一種很厲害的那些 就是你將兩個圖去這樣重疊 做一些關聯的分析 你就大約知道那裡附近發生什麼事 而很多時候發生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那裡有新的星去誕生 或者有一些我們沒有想到原來那裡 那個物質這麼強的地方就累積了很多物質 甚至乎我想一定會有人去玩了 會不會隱藏著 令我們現在去幫我們限制了 那個暗物質分佈的可能性呢? 那這裡你會隨著就是 你看的頻譜如果有更加不同的頻譜 來一起去重疊去印證的時候呢 就給我們更加多的資訊 反映到背後發生什麼事呢? 但是我們去看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分別最大在哪裡呢? 舉個例子 現在你說是染了一個顏色 就是說這個紅外線的這個 其實跟這個 這個是哈佛的關係 那個分別最... 就是我們在這個Janesburg最新裡面 看到一些以前 看到什麼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暫時簡單一點來說 你要看一下紅外線 會幫你看到一些什麼平時看不到的東西 如果那件東西本身是一塊暈 冷一點的 它發出來的可見光信號沒有那麼強的 而它是有東西在這裡的 只不過那塊東西是冷一點的話呢? 你用遠的紅外線你會看到出來的 這是溫度的問題的 溫度的問題 是的 其實就是它本身的溫度 就是決定了它主要發什麼光 另外就是它上面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那裡的聲匯聚得比較多 那些物質比較多的 那其實就是看到它那些比較高溫 那些和低溫的東西的分佈是怎樣的 有些東西我用可見光的反差沒有那麼出來的 我看到那裡都是那些光不是很強的 但是不是的 原來那裡的光很強之外 它連那個軟紅外線都是非常強的 或者它反過來是特別弱了的 那你就想一下 你就其實已經大約知道那裡 其實是發生了一堆什麼事情 譬如舉個例子 很多時候可見光的光譜看到有個位置是黑了 好像一塊黑暈那樣的東西 但是原來我軟紅外線看到那裡不是 那裡其實都還挺熱的 只不過就是它發出來的光不是我的眼睛 就是不是我們那個光學望遠鏡可以收到的東西 那原來那裡是有物質 那裡是低溫的物質 所以於是在那裡周圍 我原來都有幾多的那些 後面是有些多一些的物質 或者多一些的星體發光 遮住了看不到 那我們就會多一個工具可以認證到 那其實在這裡你問我 能夠驗證到有什麼很獨特的發現 我就這樣看一張圖 我自己都看不出來的 那真真正正的由數據分析 可能就幫我們重新去計算上 上面應有的星體的數目 那那個物質分佈有沒有跟我們 原本只有光學望遠鏡看的時候 有一個重新的估算 那我很期待有人就 就是很快去做到那個分析出來 就是當有了這個圖之後 其實背後的數據分析 我想很快就是相應的NASA小組 他們拿到第一手資料 就實實會去做這類的分析 那現在我們的天文望遠鏡 或者太空望遠鏡 會不會看到所有的貧圖呢? 我就會說不會 OK 首先就是 你其實我們寧願有些東西 做一些的分工和分策的 因為始終就是你要有件事 扔到上太空才行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你如果在地球上面去砌一塊東西出來 是所有的貧圖都收集了的 你一定做得到的 但問題就是這塊東西 如果你要看太空的東西 因為那個大氣層本身 已經幫你隔著了某些信號 我們剛才說的那種X光望遠鏡 是一定要放在太空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大氣層 都很吃了那些X光的 你可以說就是那個大氣層保護了我們 就是令到我們的高能宇宙射線 沒那麼容易傷到我們 所以我們要看那些高能量頻譜 我們就要扔人造衛星 去避開大氣的阻擋去看 那樣東西本身 如果你是專門看高能的東西 那你就放上太空做了 如果我是純粹看一個 可見光頻譜的反正地面都可以的 我們就沒必要去太空做地面做了 所以我們往往就將這些東西分開 然後就再將它重組回 反正就是說就算你說它高中低頻譜 它全蓋上了 都是在高的頻譜裏面 你去某一些的波段去sample 都不是說完全所有的東西 都一次過立下來的 所以你最後難免都是一定要做一些remix的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有間西馬是比較稍為支持的 就是說它現在看到是一個很遠的 就是Exoplanet 是看到有二氧化碳 那個意義在哪裏 是的 這個其實就和我剛才看文學的另外一件事 不過又是James Webb看到的東西 我覺得James Webb真的是在發揮的 這麼瘋的 上個星期才說看目星 就是基本上我都不是很在意的了 已經怕然後就是接近的東西去看 接著現在軟軟的東西去看 隔壁的文學 接著有些中距離的東西就是說隔壁的太陽 是上面的那些行星的上面的二氧化碳 那這個其實我們很早都預示過的 我們隨著那個觀測的技術越來越精密 我們可以追蹤到一些更加軟的東西上面的動態 甚至上面的成分 曾幾何時說你發現 我們太陽系外有其他的行星已經出自然期刊 就很厲害了 現在找到都驗了 但是現在什麼為之勁呢? 就是你連那個系外行星 你不是只是確認了位置 不是確認了溫度 不是確認了適不適合人類的生活 你是直接找到上面的大氣上面有什麼 現在在說到這樣的程度 那現在真的已經成真了 James Webb看到上面有二氧化碳的信號 甚至乎我會說不止的了 就是未來會不會好像我們接下來看看 我們自己太陽系裡面的其他行星 或者衛星上面看到一些比較仔細的東西呢? 會不會甚至乎有些有機密的信號 我們看到呢? 有的話我不會驚訝 但是看到有二氧化碳 其實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有這麼說的 大家去想想我們自己的地球 其實我們自己的地球 在說在未有這個光合作用之前 其實地球大氣絕大部分是二氧化碳 我們現在看到無論是金星好 火星好 還是剛剛初生的地球都好 它大部分的成分是二氧化碳 因為其實往往就是在我們這個範圍裡面 這些叫做比較類地行星的那些上面 主要上面的物質就不是氫氣 氫氣就聚在中間的那顆太陽上 或者在比較外圍的那些比較大顆氣疏的行星那裡 那些木星土星那裡 你去其他的太陽系都是這樣的 就是它們會比較重型大顆一些 多數上面都是氫的 一些比較近的 近的主星外面那些這樣的行星仔 通常就是比較密度高實深一些的那些東西 那就比較多一些silicon 比較多一些碳 比較多一些氧 所以它的氣體很容易就有二氧化碳在這裡 更何況就是你的碳一氧化了 那就就是二氧化碳了 你由二氧化碳變回氧的過程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是要耗費能源的 你是要光合作用的 但是你一旦有氧 然後將它和碳合在一起 是會釋放能量出來的 所以就是說那種二氧化碳 是一種相對比較低能量的一種 就是內部低能量的一種氣體 所以它比較容易就是在金星 在火星和初生地球找到 我們其實就好像 你去看那些外面太陽的故事 就看回我們自己的故事 甚至乎會不會有一天 我們有能力看到 其中有一個行星上面 不是大部局最強的信號 不止是二氧化碳 而是有其它氣體 我甚至乎說如果我們有一天找到 有一塊東西在上面 不是99%的氧化碳 而是70%的氧化碳 有30%是氧氣速度來的 那你會下什麼結論呢? 我就會興奮到跳氣了 如果是這樣 就是神經病的上面 可能會不會真的有光合作用的 那些東西在那裡呢? 那就是會不會有生命在那裡? 你就會想這些東西了 所以我們想到 找到上面有什麼呢?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的理程碑 你找到上面有水氣都合理 找到二氧化碳都合理 如果有一個不成比例的其它氣體 而它不應該是這麼多的 就是我們沒有找到 有其它的行星上面有出奇地多的氧氣 我們找到水氣是不奇怪的 但是找到氧氣我們是沒有找到過 除了地球之外 如果讓你找到一個很強的氧氣訊號 或者氧氣訊號 我想這件事都挺厲害的 會不會有一天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看下去 會不會有一天找到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一有有什麼不奇怪呢? 就是我又覺得我們已經是發生了一件事情 天上面有這麼多的星 會不會有一個能夠重複我們的條件 那我會覺得我不會驚訝 所以我會覺得 那就是距離的問題 是的 那這個由James Webb 我真的看到大開眼界 在這裡看到 無論近的和遠的都全方位大開眼界 那我都隱瞞了 隱瞞了 隱瞞了 今天一次會爆了一次的 我想說幾件 但是它現在的策略是怎麼樣? 是不是隨便看一看 還是有一些特定的agenda? 不是隨便的 它的agenda都不是NASA完全控制了的 它其實就好像當初那個黑盆望遠鏡那樣 你去跟它申請那個時間 我希望你花點時間 跟我去拍這部份的天空 或者這個的天體 集中拿什麼什麼的信號 它接受了你的建議去幫你拍 拍完之後將資料傳給你 你是不需要自己去太空移動這個機的 你亦都不需要自己飛去NASA操那部機的 就是跟那個天文觀察 以往和現在很不同 你是真是好像一個冷氣軍師那樣 自己發動 你就不是發出一個命令 你就寫一個proposal出來 去跟別人幫你拍 然後別人覺得有意義 那就幫你去做了 它就會有一些 當然有些的項目就由NASA主導 它自己拿回那個時間 但是有些東西都會拿出來 給那個學術研究 其實Hubble他都是這樣用的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他希望他招攬到大家不同的想法 所以最後出來的研究是全方位的 千變萬化的 其實說真的 你只要現在你只要把那個東西 不靠你James Webb 我就做不了了 基本上你去吧 他就幫你做 其實有很多東西 他最主要就是希望利用他這個儀器做新發現 所以你能夠告訴他這個東西 我重新 就算是以前拍過的東西 但是現在我重新再去做 只有James Webb 才可以幫我拍到這些東西 其實現在大家會重新再論一次的 但是我也相信將會有很多的新發現 比如剛才我說 那個銀河 肯定就是接下來有一堆數據分析的論文走出來 由這個的影像出來 然後這些影系外行星上面的氣體 這次拍到有二樣化 下次會不會再拍到其他藍色的東西 會不會再在一個數據裡再挖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呢 非常期待 其他大學 包括香港的大學 其實都在這方面可以提到 有條件的 其實只要你無論是香港的大學 你不要說港大中大都有的 他裡面有一些研究的教授 他本身就在NASA做過的 他有一些自己的天文項目是跟外國有聯繫的 他們聯手去寫一個提案來問NASA拿資料 譬如我現在都有一個師兄 他在台灣清華做教授的 他本身在哈佛做的研究 他現在就算在清華那裡 他繼續跟哈佛那邊合作 繼續去拿那個就是 就exactly 就是那個叫chandra 那些X光拍下來的天體數據 他就做了那些分析 那你有時候有會議就一起去社交認識 看到罪咎 但是平時你完全可以搖他們做的 所以我會說這件事 只要你有那個connection在那裡 你可以真的 無論是哪個地方 你肯銳意來參與 總會找到一個機會 可能我們今天三節都講了天文學有關的題目 所以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講講別的東西 不過仍然是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大家就看第二四節了